為什麼會很敏感 民進黨說的敏感到底是什麼 花蓮發生這個事情 徐政會縣長在這邊正在做了 然後接著下去建設 建設就是我們也通過那個條例 然後下去建設是一個中期的 然後長遠還是要發展 長遠的發展就是需要有外來的火水 光靠花蓮地區當地 或者以我們金門來講 金門現在經濟也是一灘止水 光靠金門地區這種內需是不夠的 我們就需要外來的人來旅遊 最近實際上國旅實際上是比較少 所以這個哪有什麼什麼時機是 什麼時機他們都會說敏感 我們什麼時候去民進黨都會有意見 那我們這次已經就是要等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今天的議程 到一個段落的時候過去 所以我們也是利用 類似沒有開會的時候 包括週休日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 所謂時機敏感的那個議題的事情 那至於去了那裡有哪些行程 這些都會是很公開的 這個道路的相關媒體 也會做相關的報導 我覺得這個倒也不用擔心 所有東西會公開透明 我本身不知道會見到哪些人 因為我只是團員 我就是因為我只知道說 我的我的目的就是希望 身為金門地區的這個立法委員 我希望我們金門可以有觀光客 趕快到金門來觀光旅遊 因為我們金門現在各行各業都非常的蕭條 這個是我我這邊對這次 就是這個訪問的這個最大的這個期待 那其他的這個東西 當然因為我們有團長是副總召 然後他自然會做他的這個安排 團員通常就是配合 有誰我也是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去問每一個委員說 你有沒有去 你要不要去 因為我也其實 因為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別人沒有去我也是會去 別人要去我也是會去 我就是只考慮我的行程 我原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四二七二八 有一個金門媽祖落敬的行程 那所以那因為剛好這個禮拜 我們財政委會的這個議程 就是已經到今天明天都算考察 都比較有空 所以我趕快在金門兩天回金門 把這個跟鄉親祈求諒解說 這個媽祖這個我先去 今天先去做如敬啊 先去做相關的這個敬拜的這個動作 那到了二七二八 因為那兩天我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陪同落敬 但是我要去做是一樣嘛 就是落敬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但是幫金門爭取入客來 金門又是一個更 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就說 那我應該要去 至於別的委員要不要去 都有各自選區的考量 選區很忙碌啊 剛好沒辦法 選區時尚時間挪得出來 那就參加 所以我想 誰要去誰不去 都應該去問這個個別的這個委員 那對我來講 我去大陸也沒有什麼非常的特別 那我周休日也才剛去福建 我們常做這樣的溝通的這個工作 我想 我也不是會被怕 扣這個紅帽子的 因為我們如果覺得我們做的是對的事情 是幫百姓爭取 對的事情 那我們其實不用在乎民黨怎麼說 民黨永遠不會說國民黨好話 這個反正是這樣子 這個同事一家的爸爸天天在霸凌這個媽媽 實在是沒有什麼道理 一個地區的這個發展 尤其像地震鍋 花蓮地區發展 應該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立即的 就是短期的趕快要震災 我想這個花蓮縣 縣長也在做 第二部分就是重建建設 那建設部分 國民黨已經在立法院提出了 這個 這個0403的這個條例 特別條例 我們也看到國民黨全力支持 而民進黨是反對的 當天還提出來表決 是因為我們多數 所以才通過這個0403 第三個階段就是發展 一個地區要往前發展 除了第一步的震災 然後接著重建建設外 最終還是要發展 要發展怎麼樣 當然不是只靠當地 因為花蓮其實跟金美一樣 都是當地的人口比較少 我們都需要外來的這種 刺激經濟的這個發展才會起來 尤其是觀光產業 所以觀光產業發展很重要 那觀光產業發展 國旅現在事實上 比較沒有那麼好 金美也一樣花蓮也一樣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 陸客可以多一點 能到我們台澎金嘛 到花蓮到金門來觀光來旅遊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是 要發展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必須同步 循序漸進的 那希望民進黨不要再擋這個 陸客來台觀光旅遊 也不要擋這個我們的 旅行社要組團到大陸去觀光旅遊 這個部分 所以呢 我們在做是齊頭並進的工作 除了正在以外 除了建設以外 還要做發展 那這個 副縣長跟這個 副委員跟花蓮的這個徐縣長 他們是分頭並進的 這個是沒有錯的 民進黨不要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就在那一邊 常常的就是批評 我來舉一個例子 太豐金馬就像一個家園 一個家庭 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 就像我們家裡的爸爸 他就是爸爸 國民黨是在以黨就像媽媽 那爸爸呢 今天沒有辦法把家裡的事情做好 沒有辦法讓家裡 這個觀光產業更好 然後每天呢 就只能在家裡 家暴媽媽說 罵這個媽媽說 媽媽說不然我們去溝通看 那個鄰居 中國大陸就是鄰居 鄰居長 鄰居長在那邊 比如說要欺負 欺負我們家 那爸爸呢 也不敢出去打 然後也沒有辦法跟他溝通 媽媽就說 不然這樣子 爸爸我出去溝通一下 跟他講看看 可不可以不要那個 那爸爸自己可能是 面子受損 溝通不了 就是說 你這個媽媽 每天要去跟鄰居 你是不是投給他嗎 每天家暴媽媽 對不對 那不然你去啊 你就是做不到嘛 那我們嘗試的另外一種方式去溝通 柔性去溝通看看 看可不可行嘛 溝通了可不行 最後當然還是爸爸他會去做決定嘛 那這個爸爸整天只會家暴媽媽 只會做這個家庭暴力 每天分化我們這個一個家裡的團結 那我們想要盡一點力 說跟鄰居做一點溝通 他就開始分化我們 所以自己沒能力 那又要罵家裡的人 這個就是民進黨 中午開程序文會的時候 民進黨團沈柏洋委員 他提了一個毀宪亂政的案子 他說這個意思就是說 立委議員等 如果到大陸去 這可能有危害國安 什麼要如果有相之餘 就是要跟內政部 內政部相關的部會 可以來審查或停止這些行為 這一類的條文 基本上這就違反了中華民國憲法的第四條 第十條 人民有居住遷徙的自由 遷徙的自由 這包括自由入境跟出境的自由 所以他們提出這樣的毀宪亂政之舉 我們是就是說 要跟柯總召講 柯總召說不要在立法院 提出毀宪亂政的案子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案子 不適合進入討論 有失國會的高度 有失國會議員的高度 那第二個他們又說了 以前的慣例 都沒有這個 都沒有說 黨這種報告事項 他們剛有提到 事實上應該這麼說 有 以前的慣例就是有 以前國民黨多數的時候也是有這樣做過 他們說前兩屆都沒有 然後告訴大家 民進黨 事實上套一句民進黨所說的話 時空環境改變嘛 要用新的慣例 他說這樣可能會有國安的疑慮 事實上如果真的要有國安的疑慮 不一定要去中國大陸 如果要做對國安有威脅的事情 你去美國也有可能發生 去日本也有可能發生 去韓國 去世界各個國家都有可能發生 那這種提案實在是太具有針對性了 大家看看兩岸的這個兵兇占圍 從來就是民進黨執政以後 變得兵兇占圍了 國民黨時期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的案子 是太具針對性 立法委員提案的高度要加強 所以避免這個 立法委員被冠上這個毀憲 亂證這個帽子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案子不適合討論 他只有針對中國的部分 對 只針對大陸 對 中國 大陸 就是其他出國的樣子 對 他就專門提這樣的案子 那這個已經違反了 這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第十條 人民有居住遷徙的自由 遷徙自由就是包括入境出境的自由 那他等於是要做審查 審查人民可不可以出境去哪些地方 這樣子 毀憲亂證 這個柯總召回去跟民黨團的黨員 黨團成員講一下 不要毀憲亂證 時空環境改變 不要說以前官力怎樣就怎樣 有人說這樣 他們提這個是有點針對副總召 因為近期可能 不管他針對誰啦 那當然不是 因為現在提了以後 還要時間才會那個嘛 所以 所以不管他 重點不是他針對誰 重點是這個提案 是毀憲亂證的 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第十條 總統想請教 是不是下週會帶一些 男國委去中國大陸 會擔心被磨碰 人數大概有多少 那因為這期間 可能會碰到一些大員 會擔心民進黨團 會有一些操作 對於這一次 是不是 立法院 國民黨立委 會前往這個大陸來訪問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重要的時刻 不只民進黨政府 把兩岸推向兵兵戰圍 在全世界的媒體都報導 兩岸的關係 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們看到 現在 在阿拉伯世界的國家 已經不斷的發生了衝突 在俄國跟烏克蘭的戰爭 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全世界都報導台灣海峽 是最可能第三個火藥庫 即將引爆 我想在今天兩岸斷線的情況之下 我們人民只有自救 包括現在觀光產業 不斷來澄清 現在觀光產業不只是寒冬 而且大量的解聘潮 未來可能會發生 還有現在 我們有這麼多的農業產品 沒有辦法來行銷到大陸 因為沒有辦法做一個良善的溝通 今天不只是為了台灣人民能夠安居樂業 還有這麼多的產業 百工百業 都迫接著希望兩岸不只要交流 更希望人民能夠全面的來互同觀光 能夠讓過去兩岸和平年代 所有的這些百工百業能夠共享和平紅利 能夠有這麼多的這些觀光團客來到台灣 做環島的旅遊 我想在520之前 賴總統還沒有上任之前 我想這些問題 如果在野黨 能夠來加把勁 把這些問題能夠盡快來推動 能夠走向緩和 能夠讓觀光的這些旅遊 能夠持續的來進行 我相信台灣百工百業都能夠春暖花開 都能夠回復原有的榮景 我想身為國會議員 本來就是要承擔所有的責任 政府不做 我們自己來做 來推動兩岸的對話 能夠帶動兩岸的和平 還有百工百業都能夠興旺 對於民進黨會不會在運會期間 來偷襲這個國民黨 把報告事項再把它拉下來 我再次的跟全國國人報告 只要民進黨敢偷襲 我們隔下一次院會 就把它導陣回來 不會有任何的損傷 民進黨只要敢來犯 我們立刻就會懷疑顏色 我們所有的法案 都不會受到任何的耽擱跟影響 從這個會期開曆到現在 民進黨的幾次偷襲 都被我們迅速導陣 所以呢 我想柯總召代理的民進黨團 不要對全國國人期盼的 這些民生法案 或是重大的政府改革事項 來做這些 趁人家不在家要偷襲